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还是那个跑过江湖卖过椅 吞过铁球练过气 火车道上压过腿 厕所后边喝过水的小龙啊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这位 那是非常非常的 他呢卖掉他成都的房子 跑到了欧洲买了一艘帆船 从瑞典航海回中国 现在还在航行的路上 他是国内唯一一个单人单船 穿过亚丁湾的人 他就是浑身肌肉 帅气无比的一个四川老爷们 韩船长 这个35岁的男人 用他的认知和他的理解 去感受这个世界 做了大部分人想做 却做不到的事情 好的我们言归正传 今天呢我们不聊别的 我们今天呢就聊一下 韩船长在这个西瓜视频的一个收入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韩船长在平台的一个数据啊 目前发布了294个视频 拥有684万的粉丝 搜紧旅游领域创作者 简介里写道 一人一船 从瑞典回中国 环球航海旅行进行中 他吸粉啊 是非常非常的快啊 其中有一条视频 就是他在亚丁湾碰见了中国军舰 然后进行对话的那个视频啊 那一条视频将近吸粉200万 西瓜视频 旅游板块的 嚼嚼着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我随机抽取了韩船长20条视频 10条为一组 这是其中一组的一个数据 10条视频先加在一起 总播放量等于1589万 然后我们拿1589万除以10 等于他单条视频的播放量 平均播放量 大概是在150万左右 然后呢 韩船长是原创 是西瓜视频的独家 他的万次播放的单价 就是说他1万次的播放的前数 应该是在70元左右 我们就按照70元来算 我们拿150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 乘以70元 然后是等于单条视频的收入是10500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航海啊 虽然说他很忙啊 但是呢 韩船长还能保持一个几乎是日更啊 就是一个月能更新出来30条视频左右啊 我们拿10500 乘以30 一个月也就是31万5 然后扣完20%的税 还能剩30万左右啊 这是一个月的在西瓜视频上 短视频的一个收益 最后呢 我们再拿30万乘以12 一年的税后收入 就是360万左右 这个数据可能不准确啊 但是不会差的太多啊 这只是韩船长在今日头条 和西瓜视频APP上的一个视频的收益 应该就是在360万左右 听到这个数字啊 应该是大家都会想啊 这真是一个人生的赢家呀 玩也玩了 吃也吃了 看也看了 环球旅行也旅行了 最后钱也挣了啊 但是啊 任何东西都不容易啊 有一次媒体采访他的时候 他说过一句话 一个电影的台词 说是有些人能清楚的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然后并按这个声音去活着 这样的人不是疯了 就是成了传说 韩船长能火啊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他的视频真实 全部都是随手拍下来的 并没有出现摆拍 而且他真实的是一个人 一个帆船在环游世界 因为他的事情已经被国家的这些主流媒体啊 都已经全部都报道过了啊 所以说不可能出现造假 最后祝韩船长啊 在以后的环球旅行的道路上越来越顺利 注意安全 任何时候国家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 也最后也祝愿我们自己能活着像韩船长一样 对这个世界理解的透透彻彻 好了兄弟们 我是小龙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一个收入 请把他的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 我们一起相互学习 一起相互交流 走在场街中听喜自唱竞争 拜拜